11月9日,黑龙江虎林紧急发布通知 两只雄性野生东北虎在闯村镇 多只牛羊猪狗遇难 而且东北虎两兄弟已经藏匿在村中某个黑暗角落 至今尚未离开人类活动的区域 市政呼吁居民非必要禁止出门 以免发生人生危险 从本月7日以来 黑龙江天眼系统监测到多次东北虎进村的画面 这是今年入冬以来 东北虎第一次公然进村的记录 从东北虎两兄弟进入村落后 周遭村落便屡次发生惨案 本月8日,有居民上报发现东北虎踪迹 一只黑色看门狗在晚上被东北虎杀死 狗子的身体已经被东北虎两兄弟叼走分饰 现场除了斑斑血迹和一大片狼藉杂乱的虎爪印外 只留着一颗被咬断的狗头 经过专业人员的勘验测量 发现虎爪印长15厘米以上 几乎与成年男性的手掌大小不相上下 这正是成年熊虎的爪印长度 而成年雌虎的爪印一般在12厘米左右 两只成年东北虎集体下山 共享了一只看门狗 这显然连牙缝都不够甜 11月9号 东北虎两兄弟再次发难 将牧民家的一只公牛咬死拖走 东北虎兄弟舔干了公牛的血液 而且将公牛的内脏掏得一干二净 另外有一只母牛的脊柱被东北虎拍断 牧民损失惨重 如果再不抓到东北虎 并限制东北虎的行动范围的话 估计将会有更多的家畜 会不幸遇难 甚至可能威胁到附近居民的安全 黑龙江两只东北虎 今年入东首次强闯村镇 不仅拍断了母牛的脊柱 还咬下了一只看门狗的头 市政紧急出动 四处搜寻东北虎兄弟的踪迹 黑龙江虎林已经发布一通知 附近居民非必要禁止出门 要求大家小心行事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近几年经常有东北虎下山 闯进居民区肆意破坏 而且东北虎下山多数都选在冬天 还记得前两年的丸达山一号吗 当时丸达山下山后 不仅伏击路人 甚至还将过路车辆的车门拍扁 车玻璃也被一掌拍碎成渣 当地市政派遣人力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将凶悍的丸达山一号放虎归山 后来陆陆续续又有多知 东北虎下山秘史 有村民提出疑问 为什么最近几年 东北虎下山事件越来越多 首先 我国近几十年来一直在致力于保护野生动物等相关事业 打造了很多野生动物保护基地 而且着手保障生态恢复 种种举措让几十年发展破坏的生态得到了恢复 野生动物的数量也有所回升 野生东北虎数量已经显著增加 东北虎个体之间的捕猎竞争力度随之变大 内卷的东北虎 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填饱肚子 蒙虎下山觅食的几率自然也会逐年增加 其次东北虎下山事件主要集中出现在冬天 而春夏秋三个季度中发生此类事件的几率相对较少 这是由于冬天大雪封山 东北虎觅食难度增加所致的 11月7日 黑龙将两只东北虎再度闯进人类居住地 不仅残杀了一只公牛 一巴掌拍断了母牛的脊柱 还将一只看门狗的狗头咬断 东北虎在冬天集中闯进人类居住地 与冬天的东北气候恶劣有关 只此大雪封山之际东北虎的猎物回洞穴冬眠 在四五个月的时间里不再出洞活跃 这让东北虎的捕猎机会大打折扣 为了生存 东北虎这才迫不得已强行闯进人类活动区域 想要趁着夜色搞点外快 东北虎虽然凶猛 但来到人类活动的区域 他们也并非横冲直撞 捕猎行动一般都在深夜 而且干的事几乎都是偷鸡摸狗小打小闹 白天习惯性地躲在鸡脚嘎拉 静候深夜的来临 晚上在夜色的掩护下再度行动 失去了大山和邻居的保护 东北虎在人类车水马龙的世界 同样没有安全感 很有网友不把市政部门的忠告放在心上 总想着东北虎不敢随意进攻人类 事实上东北虎神出鬼没 善于伏击 如果他们真的饿坏了 为了果腹才不会把人类放在眼里 仅凭能拍断牛脊柱的千金掌力 足以把一个成人一掌拍死 五脏剧烈 所以千万不要小瞧东北虎的威胁者 而且此次闯进村镇的东北虎还是两只 真要遇上人类 那人类只能被迫成为老虎的大便 还是请大家尽可能待在家里 静候东北湖北缉拿归案的佳音吧